第一部桃源航空城人文变迁 纪录片与记忆家园 在光影文化馆举办首映会 片子记录了计划区内人文底貌的改变 以及市令古迹前空军桃源基地设施群的历史 未来也会安排巡回播映计划 这次我们的这个记忆家园的这个纪录片呢 是历经了一年半的拍摄 那我们知道现在航空城的这个实质的开发 正如火如土的进行 除了文化资产的保存以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纪录片 以及这些口述历史的调查 能够将人民生活的记忆能够留存 作为未来这个历史的再造的一些资产 那当然这个纪录片完成之后呢 除了首映我们也会安排在相关的这个社区 来进行巡回的放映 能够让大家来回忆 也能够让大家一起来写这个历史 导演李力少表示 实际拍摄后才发现要记录的东西很庞大 影响范围也又神又广 而且变化跟变迁的速度都很快 很多地方不是变成空屋 就是变成平地 那我们合作其实才是一个 真的是发觉这个 文化事件很庞大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 然后除了它其实跟我们未来的经济 有相当大的影响之外 它其实跟我们整个桃园 尤其是大远地区绕着这个空军基地周遭 然后这一块要搬迁地区的那个历史的流转 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因为再过两三年 这些地方就完全消失了 人也走了 房子也空了 包括从我们一开始踏进来 刚开始拍的第一颗镜头 到现在很多房子都没了 像我们刚刚有问民生社区的朋友 我上个月还在那边经过的时候 房子都还在 结果他们就说现在已经全拆光了 就是那个速度之快 就让我们觉得 一定要赶快把它记录下来 李立勋也分享 为什么想拍摄纪录片 因为自己的历史要自己写 现在不记录 以后拍不到了就会后悔 他也鼓励大家一起记录生活 现在拍起来都是未来的历史文本 其实我常常在讲就是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自己的历史要自己写 因为单单靠媒体 或者单单靠我们 或者是公部门 要记录所有的人的历史 是不可能的 而且也不客观 最好能透过这种 纪录片的拍摄 跟口述历史的发动 把它变成是一个行动 然后能够呼吁大家都来 记录自己家乡的历史 他可能不在于这个片子 有多好看 或者多美 多壮观 但是你不拍就没有了 你不留下来就没有 你将来一定会后悔 那你现在记录下来 将来就是你成为 重建历史的一个文本 记录家园是以航空城 第一期优先开发区为主 以59位居民口述访谈为田野基础 在1.1滴保留下人文景观 文化局会持续进行 第二期纪录片拍摄计划 要记录守护文化资产与民众记忆 接下来唯一透明报道